庙广场前堆满一箱一箱的占卜品 数量惊人 这些都是信众参加占卜 就用慈云市往年中元节举办卜度法会 总是吸引许多信徒参加 但今年为了防疫 不开放民众集体卜度 改由庙方代为祭拜 但还是相当壮观 慈云市防疫措施做得很好 虽然是占卜的人相克 不论今天来哪 明天开始他就可以欢迎来 我们还是也请高征来祭拜 还是一样的 虽然防疫有限制 民众只能在警戒线外拜拜 但庙方准备了近百份的数十贡品 种类之多相当澎湃 而开放1500份的占卜名额 短短一周内就已经额满 疫情的关系 本来不想给人家占卜 后来我考虑了一个礼拜 还是开放 开放一效说1500份 好多人要来参加 本来是假如说没有那个 当初还没有决定好 可能超过2000份 疫情降级 慈云市也有防疫的指引 希望民众多加配合 庙里要拜拜的时候 我们有那个两个体温计 跟那个酒精 还十名字 就挂这个牌子 一个出去一个进来 一个出去一个进来 所以管制的很银行 现在好像这几天说 室内可以80个 疫情当前防疫优先 民众参加慈云市的占卜 不但败担心又安全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道